如何挑选不会让你致癌的气 请关注我们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HIGH HOME 我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 我们的油气部门的顾问 他已经有超过7年的油气经验 而且他在HIGH HOME 所有有关油气的部门 班业知识都是 Alan去负责采集跟学习的 所以我想邀请Alan 今天能为我们的客户解决一些问题吗 因为我听说在市场上 有一些油气是会导致致癌的 那么你可以让我们的客户知道 什么油气是不会致癌呢 很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叫VOC 外面市场很多是写 LOW VOC 是什么意思呢VOC 副念是 Warrantir Organic Compound VOC OK 是什么呢 是什么 然后我讲到叫没有 很冷静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容易讲解来讲 就是里面有含有加权 OK 我们做一个气 有酒有味道 你细酒 不知不觉中了癌症 可能不知道真名话 所以 什么气是LOW VOC 一根什么气是有VOC 我跟大家讲解 全马只有唯一一个是JERO 是JERO VOC 那是什么呢 是这个 Smart Pan 这个公司哦 Smart Pan OK 请问一下关于你说 ZERO VOC 那么 应该购买什么品牌 或者它在哪里的标准 还有写上这个东西 OK 所以我给大家说这个气呢 这个气我给大家讲一下 OK OK 大家去看哦 OK 这边有写一个 它 ZERO VOC 就是说这个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权哦 就是用的安心嘛 嗯 OK OK 可以咯 所以我想问一下 关于什么时候应该使用 ZERO VOC ZERO VOC 会很贵吗 嗯 现在OK 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公司卖这个 LOW VOC 是很廉价的价钱而已 OK OK 所以以后选产品的时候 我们都要看 它是LOW VOC 是VOC LOW VOC 还是ZERO VOC 因为以我知道的 嗯 嗯 普通的它没有写这些VOC的 都是属于比较一般的便宜器 对嘛 比较普通的用器 如果我们一般 我的个人的认为是 如果我们有在家 还住着的地方 尽量使用ZERO VOC 是的 那当然 那么如果我们这间新家 是我们三个月后才要搬进去 我们就不必这么在意去选择ZERO VOC 嗯 我们只要游上 那三个月后才去住 就OK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VOC 不可能一直持续 不断的在挥发 是的 它的影响期间大概是多久呢 六个月 六个月 哇 OK 非常感恩今天我们的 Helen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游器 如何选对的游器 才不会导致你致癌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 请Like and Share 让更多的人学得这个游器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